我们是新月会阅读平台点读 如果记忆中没有了你 作者 游戏 第一章 你大概已经忘了我 有时我会想 所谓的记得究竟是什么呢 假如只有我一个人记得的话 那我记得的东西 都不过是空中流角而已 阿盈 等等啊 你不要想着走啦 六月 闷热的夏夜 新加坡 站在酒吧街的入口 Isabel拉着我的手臂 阻止我过马路 我 我哪有走啊 你根本就是在走着 她叛起双手 一念不满 你自己说吧 大学这四年来 我介绍过多少好男孩给你 每次你不是找藉口失药 就是不断地放人家飞机 那也算啦 我们难得来到新加坡毕业旅行 只是想去酒吧坐下聊聊天而已 那你也要走啊 但是我跟陌生人都没话说 酒吧不是很多搭散的 没有陌生人啊 只有我们四个而已 她指指身后 今次的新加坡毕业旅行团团有 她的青梅竹马阿辉 和阿辉的朋友Jimmy 就是我们自己聊一会儿而已 不过分啦 说实在的 我完全没兴趣 但是又很怕Isabel生气 于是就指下隔街的建筑物 那个 那个 美术馆就在那边而已 我只是去看一眼 之后就过来会合你们啊 她叹气 都这个时间啦 美术馆早就关门啦 那 看下门口也好啊 你都知道的啦 我的毕业创作一直都趴住了 很需要灵感的嘛 你们这些艺术家 真的呀 我臭近她的耳边 其实我是想去借洗手间啊 不好意思被男士们听到嘛 哎呀 你早去早回啦 不要让我担心你 Isabel终于放人 我松一口气 直向美术馆跑去 下机的时候 我就注意到广告牌 说新加坡美术馆 现正剪出 法国年轻画家作品 法国年轻画家 那个去了法国学画的 自我中心怪人子荣 已经好几年都没联络我啦 他会不会正好来剪出他的作品呢 然后 正好剪纳完毕 离开的时候 然后就被我碰到呢 你还记不记得我是谁啊 我就一直记住你啊 如果见到他的话 一定要这样骂一下他 但应该不可能啦 才是六年时间 再怎样的天才应该都不会去到跨国展览的地步啊 不过 假如是跟着师傅来的话 说不定 Ouch 我一边上东上西 一边跑进美术馆的门楼 突然间听到一声惨叫 同时感觉自己好像踩到一些东西 我慌忙地抬头 前压又蓬不一声地撞到那个人的下巴 打到 Oh my god 从前的墙桌那里坐下 他不经意跟他的眼神相遇 四目交头 彼此都是呆了 子永 你 你为什么 来了 说的竟然是广东话 我望着他的眼睛 完全呆了 这些 是幻觉啊 因为刚才撞得太厉害 所以出现了不可能的幻象 在幽暗的门楼里面 马路上面的车灯灯光照照地 爬上眼前男子的念壳 在他的眼里面 是无比认真的盈望 他的眼神既困惑 又难以自信 他伸出手 仿佛想触碰一个幻觉 怎么可能啊 阿盈 突然间一度强光伴随着叫声传来 我们同时挡住眼睛 眼睛在张开的时候 团友阿辉正举起手机灯 高速地跑过来 还带着阵阵风声 你没事吧 喂 色狼 你别打算乱来 他一手推开了白雪三男子 还非常顺口地 对那个人 骂了一寸英文粗口 等等 等等 阿辉 她是 我正要解释 白雪三男子 她已经后退了几步 摆出投降手势 用英文解释自己是认错人 一切是意外 站远了她 站远了的她 在阿辉的手机灯下看 也似乎没有那么切止泳了 白雪三男子向我道歉 之后就转身离去 阿辉送一口气 紧紧地捉住我的手臂 将我拖回去酒吧街 人在外地要小心啊 你没听过我在旅游的时候 被人迷魂偷神的新闻吗 我围围落落 却忍不住回头 谁知正如上白雪三男子的目光 她竟然都在那回头望我 眼神相遇的一刻 她仿佛秘密被揭穿地匆匆回避 转身远去 从离开美术馆到走进酒吧 到回酒店房 我的脑仍然不断重播着白雪三男子的样子 那个男人应该不是紫荣啊 但是 为什么会生得这么似的呢 你 你为什么 来了 如果他是不认识我的 他又怎么会这么说呢 如果他是紫荣 又为什么不跟我相认啊 反而和阿辉说是认错人 道理上 紫荣当然在法国啦 但是这样的话 那个白雪三男子又是谁啊 我不记得自己认识一个生得这么似紫荣的人啊 我半躺在酒店床上面苦恼不堪 突然间听到Isabel的声音 阿盈 你干嘛啊 刚才在酒吧开始就一直心不在言啊 嗯 阿Bell啊 你有没有曾经遇到过好像认识你的人啊 当然啦 刚刚洗完凉 一边敷着面膜一边吹着头的Isabel答得理所当然 整天都有一些陌生男子来找我啊 问我是不是某某中学的 再不是呢 就说在某某补习班那里见过我之女啦 不是这些啊 是那种 你都觉得自己认识她 但是道理上又不可能啊 Isabel以雷射眼望向我 就是刚才那个啊 阿辉说的美术馆识狼 是 但她不是识狼啦 是误会的 是我不看路撞到她搞得很痛先啊 然后她说识你啊 我皱眉苦思 她没敢说 只是她的眼神和表情 Isabel跑来我的床上面 表情浮夸地搭着我的肩膀 那实在太好了 你知不知道啊 戀爱都是由所谓的deja hu 既是这样开始的 果然啊 带你来旅游都是有用的 快点趁毕业之前找个男朋友啦 话题完全歪了 我苦笑 我在这里说的不是戀爱啊 是记忆 我第一次来新加坡 又怎会有可能有人认识我啊 记忆 哎呀 反正你大学都读了四年啊 又整天要帮忙弹琴 总会在那些周会啊 校庆活动见过很多人的 她认识你而你不认识她 那很正常啊 那也是的 Isabel对戀愛以外的话题全无兴趣 敷衍完我之后就话锋一转 所以啦 快点睡啦 我要养好皮肤啊 明天Jimmy的朋友呢 会来带我们自家游啊 听说是个帥哥 还跟我们童年纪啊 一定好聊得来啊 哈哈哈哈 早休啦 Isabelle在皮窝里面 没多久就传出呼噜声 我回来福去都睡不着 仍然不断在那里回想着 美术馆门口的白雪三男子 生得好似紫荣 喜欢美术 好似认识我 我的心情怎样都没办法平复 跟着就打开了很久没有使用的社交媒体 逐一规看中学同学的旧照 看看里面有没有藏着那个熟悉的身影 当然我心里面很清楚啦 那个怪人最恨就是拍照 即使是去留学之前 死都不肯跟我拍一张合照 所以这么多年来 即使我把认识的社交媒体账户 找到烂了都没办法找到他的身影 哪怕只是回忆中的身影 我的记忆都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时光遥远到 我都要怀疑究竟一切是不是我的幻想 然而 今天和白雪三男子的偶遇 那双眼睛 那副念容 为何仍然令到我的心情 如此跪动呢?